香港電台 現在開始播出 亦是緣心中不必緣 不掛念 萬事隨緣 歡迎各位朋友收聽《空中結緣》節目 《空中結緣》是每一次都包括有三部份的 第一部份就是佛經講座 第二部份就是劇化故事 第三部份是信箱的 今天我們的佛經講座的題目就是梁武帝 而劇化故事的題目就是回頭是岸 現在請各位先收聽 葉文義居士的佛經講座先 各位聽眾 今天佛經講座的題目是梁武帝 在南朝時候 梁武帝是一切皇帝之中最讀佛教 而且是做佛教的功德最多的一個皇帝 梁武帝最初的時候是相信道教的 後來他就歸信佛教 而且呢 自己是親身在崇雲殿那裏來講佛經的 他帶著那些俗家人和那些比丘呢 在崇雲殿那裏親身祭文來法院 請求佛力呢 是來加備他 等他呢 是能夠弘揚佛教的 他自從這樣做之後呢 不斷是起很多佛字 而且道些人來出家 又能夠供養些僧人 但凡是做佛教的功德呢 無微不至的 那這一個這麼好的皇帝 關於佛教呢 他是不是做到最好 同時契入佛道呢 這樣 我在這裏呢 就要舉出兩件事來講明的 梁武帝他所做的一切事呢 都是求福的 而對於佛家解脫生死輪迴 般若的功德呢 他就未曾體會到了 第一件的故事呢 就是當菩提達摩來到中國的時候呢 就去見梁武帝了 梁武帝也都是很隆重地來接待他 當他大家談話的時候 梁武帝呢 就少不免要講一下自己的功勞了 那他就對達摩禅師說 禅師 我本人呢 是做了很多佛教的事 那禅師就問他 你做了些什麼呢 那梁武帝就說 我呢 我呢 又起了很多的佛寺 用來供養三寶 同時我亦都鼓勵 人家出家做比丘 或者比丘你 我自己經常又去供養他們 令到他們沒有衣食的憂慮 而且我自己本人呢 也都研究佛經 同時也都是講經 給那些文武百官知道 如果是有僧人去講佛經呢 我亦都非常支持他們的 那我想請問禅師你 我做了這麼多的功德 我是不是有很大的功德呢 那達摩祖師呢 就答他說 你所做的都是世間功德 所以我說是無有功德 世間功德呢 你只是得回世間的福報的 對於生死輪迴呢 是不會歹脫的 你所做的只是 將來得回人間天上的功果 那梁武帝啊 他還有多少嬌慢的雜氣 他聽了這樣之後呢 就不是多高興了 因為他平常所聽的呢 都是歌功仲德 讚美的說話 對於這些所謂 波野真如的大道理呢 他是未曾聽過的 所以他覺得不是好對機 因此就默然不出聲了 達摩祖師 達摩祖師看見他這樣的情況 也都知道他的根基 只是人天福報 所以也都不再跟他說 而自己就去到松山面壁了 這件故事講完呢 第二件事就是這樣的 由於 梁武帝經常呢 是請一些法師 大德是來到講經 說法 有一次呢 他就請了一位叫做 傅大士的來到了 傅大士他的名聲呢 是滿了南北的 當他來到 到見到梁武帝的時候呢 那梁武帝就說 大士 我是非常之誠懇請你講經 那不知道你肯不肯答應呢 那傅大士就說 可以呀 那梁武帝就說 好了 明天呢 我就在大殿那裏 齊集了文武百官 是來恭靈你的法音 那於是第二日來到了 梁武帝和文武百官 也都齊集了在大殿 鴉著無聲這樣 迎候這個傅大士的來臨 那當傅大士和他的使者 是升上去那個座位的時候呢 那梁武帝呢 也都帶領大家呢 就是合拾行禮 然後呢 就在埋位那裏來聽說了 只見等一陣 又一陣都未曾見到 傅大士開聲 再過很久 傅大士都仍然未曾出聲 那梁武帝呢 很猜疑 但是因為禮貌的緣故呢 又沒有聞到 如是是這樣過了 大半個時辰 相當於現在的 過半小時這樣 就忽然間 就聽見這個使者說 大士已說法警 就是說大士已經講完佛法了 那梁武帝沒有法子 只好率領百官就起了 是送行了 而只見這位傅大士呢 也都毫無謙虛這樣 就一路呢 就走走了 那梁武帝 和那些文武百官呢 大家商量 剛才是做什麼呢 是不是他講得很小聲 還是他沒有講到呢 結果大家都一致認為 這個傅大士 根本就未開到口 於是呢 就是梁武帝使人 去跟傅大士請教 因什麼事幹 剛才呢 是完全沒有講到經典 就離去呢 那傅大士呢 就解釋給他聽 梁武帝是經常呢 聽了很多呢 發音 他是收了很多世間的福報 但是關於 禪定三會 和波野這一樣印證呢 他是沒有經驗 也都沒有人呢 是幫他講 所以我言之後呢 召入禪定 我在定中那裏呢 是想用一種 波野的道理呢 是跟他說法 因此啊 我這種的波野義理呢 他是不明白了 那是者回報梁武帝 但是梁武帝呢 也都不明白 不過他只是擔著於 世間的功德 所以也都不再次追問 那就失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傅大士呢 見到是不投機 只好呢 是離開他了 後來梁武帝呢 跟著都是做他自己 樂意做的世間法門 我在這裏呢 就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人天福佈 又什麼是為止叫做波野功德 佛教 教我們是應該在世間裡 同眾生結束 而收福的 但是呀 單純是收福 單純是做善事呢 不會令我們解脫生死輪迴的 因為善因有善果 這些因果呢 就是會令到我們生死輪迴的延重 而最高的幸福呢 都是來往於人天之隔 佛教的最高峰就是教我們 是要正得這個波野真如 然後能夠解脫生死輪迴的 所以佛家呢 不斷是教我們要收六波羅文 都是布施和人結緣為頭 跟著是持戒 就是要守自己的規矩 再跟著呢 就要忍耐 因為修行呢 是不僅止一次的 所以忍辱波羅文呢 就是忍受世間各樣的苦難 或者呢 是還要我們寬容來處理的 而能夠是精進呢 又能夠收禪定和波野 這些呢 才是令到我們福位聚足 各樣的修行呢 都齊全的 因此呀 梁武帝他自己 只是能夠做到世間的功德 而不懂得收禪定和波野呢 所以呢 始終呢 都是一個遺憾來的 各位 今天佛經講座是到此為止 聽完了佛經講座之後 是完結了空中結緣的第一部分 現在請各位朋友先聽我們的新聞報告 新聞報告之後呢 是再會有空中結緣的第二部分的 我會想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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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的第二部分 就是佛經劇化故事 今天要播出的故事的名字 就叫做回頭事案 請各位欣賞 來啦, 誰呀 是我呀, 開門 父親, 你又來呀 是啊, 女兒 我沒去哪兒去就來這裡 那有甚麼事 事就沒甚麼事 想拿點錢去洗一下 有沒有錢呀, 女兒 錢?我哪兒有錢 那倒是 我知道你沒錢 我是想問問鳳榮 她在哪兒 問鳳榮? 她不在家裡 那鳳榮她有錢嗎 那我不知道 父親, 我說你真是老得猛盛盛 鳳榮大半年都坐在家裡 全無生計 你也知道的 她大半年沒入息嗎 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她沒有在唐老爺那兒打工 那就是 我們的生活 全靠她的工資產 沒了工作就沒入息了 那你們怎麼維持生活 怎麼維持生活 我就跟人家拿衣服回來做一下 只有多少米糧過日子 送菜也沒有 那鳳榮呢?她甚麼都沒有做嗎 做…她做甚麼 如果她懂得賺錢 就不用我捱針線了 女兒, 這樣就難為你了 你也好, 父親 別的樣子我們就沒有了 米還有一點, 給你兩碗米吧 米啊 也好, 也好, 不過… 不過甚麼, 還想要甚麼呢 有沒有油, 給我一點油吧 真的沒理會 好了…拿兩匙匙油去吧 兩匙匙油? 好… 父親, 隨便有就算了 用點油就好就好 你還想怎樣 是…好… 父親, 你滾吧 趁鳳榮走開了, 不要讓她知道 快點滾吧 好…滾就滾吧 其實鳳榮這個人也沒甚麼點 對我又不錯 對了, 鳳榮去了哪兒 誰知道她 就走走走走走走 怕出了村口吧 媽媽, 整天都說去找工作 但是整天都沒有聲氣 為甚麼呢 照例也沒那麼差 鳳榮這麼年輕 做事很賣力 為甚麼找不到工作呢 糟了她的身子不好 整天都病, 散散藥藥, 面青唇白 誰看見也討厭 哪個老闆敢用她 那就難怪了, 難怪了 對, 女兒, 我走了, 我走了 父親, 別走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商量?甚麼事 是這樣的 你說我離開鳳榮好不好 我, 我聽不清楚 你說多一次 我是說, 我想離開鳳榮 甚麼說 離開鳳榮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我想… 我想… 我看你怕是和鳳榮生氣來 年輕夫妻, 說兩句好閒 年輕夫妻, 你想到哪兒去 父親, 我想改嫁 甚麼, 改嫁 你不是傻了嗎 我們家鄉的風俗是怎樣 你都很清楚 哪兒准女人離開丈夫又去改嫁 那前村那個阿嬌又嫁得了 她夠有丈夫, 拉尾再嫁不太好 真是被你氣死 阿嬌又怎麼回事 阿嬌就是被她夫家賣去給人做妾事 不是她自動離開的 是呀 那就是呀 所謂被丈夫賣出也就是丈夫收銀 收銀 是呀, 才不是收銀 隨便有人肯給我多一點錢 給我丈夫鳳榮 她收了銀, 那就賣了我 又就是符合家鄉的風俗 唉呀, 這樣我明白了 這條是招來的 喂, 阿嬌, 有人照來嗎 甚麼沒有, 就是有 是梅人三婆介紹的 喔, 不管你這麼符合家鄉 當然了 阿嬌, 鳳榮娘不知道肯不肯 她的人都很硬直 是呀, 不知道是賣老婆的那樣 怎麼到她不肯 難道她想餓死老婆溫臭屋吧 那倒是呀 不過還是從長繼而好 是呀, 我走了 你跟我鳳榮聊聊吧 大鳳榮回來了 岳掌, 你來了嗎 是呀, 是呀, 來了一會兒 我走了, 我走了 老長 別走, 坐一會兒再走 是呀, 父親先坐一會兒 聊一會兒, 跟她聊一會兒 鳳榮, 你跟父親聊一會兒 我進去做事 好呀, 好呀 鳳榮, 先喝一口茶好嗎 是呀, 鳳榮, 我不坐了 等一會兒你跟老婆聊聊 聊聊? 是呀 聊甚麼 沒有, 女兒說想你把她賣了 賣了她? 為甚麼突然要賣她 我不知道, 你跟她聊聊 我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 岳掌, 岳掌 剛才岳掌說甚麼 她是不是多喝兩杯呢 多喝兩杯 她真的沒有這樣的福氣 遲刻或者會有的 老婆, 你們到底說甚麼 我都不明白 你不明白? 等我告訴你, 你就明白了 是呀, 你告訴我 你不說我怎麼會明白呢 我說, 我想你賣了我給人 你聽到沒有?明白沒有? 甚麼?你想我賣了你? 是呀 誰說的 是我說的, 行不行 你說的? 老婆, 雖然我是窮一點 但是, 也望將來 望將來 現在已經拿了一招不得晚了 還等將來? 你全身病症, 死了 難道還要我做寡婦吧 你... 老婆, 你不要這樣說我 你死了, 連賣我也沒有資格 不如這樣吧 你賣了我, 頭上有多少錢 調養比身子好 將來有機會再娶一個人 那豈不是更好 老婆, 老婆, 你去哪兒? 我去找三婆, 那個媒人婆 氣死我了 真是通常 在看哪兒? genocide 不會有幾下 副父, 我們花園了, 就在這裡吃飯了嗎? 好 謝麗佛, 就在這裡了 這裡有一條河, 很涼爽 好, 讓我先把食物拿出來 石禮忽, 快抓住那個人, 他想跳河 有人跳河, 救命啊, 讓我跳下河 船窩在那裡, 讓我跳下去救他 抓住他, 關門, 扶住他 來, 帶他 來, 放他在這裡 石禮忽, 給他穿衣服, 不會冷傷他 來, 你先換衣服, 來 施主, 你鎮定一點, 不要哭 施主, 我是佛陀 你有甚麼心事, 不怕對我說 我會幫你的 佛陀 音樂 是, 那邊有音樂聲, 好像有人嫁催 不錯, 是我老婆嫁人 既然這樣, 任由她 佛陀, 還是窮之過 如果我有錢, 又不用有金人 我是世上最窮的人 施主, 不要說這些 我想你還沒吃東西 你先吃點東西, 好嗎 佛陀, 我現在還能吃東西 那你坐在這裡休息一下 佛陀, 你吃了這個饅頭, 還熱 好 施主, 你吃這碗飯, 吃了那些菜 還有一碗麵, 留給大眾 好, 分開來吃 還有那麼多饅頭 伯陀, 你看誰沒吃的就給他吃 好 伯陀, 你們的火食這麼多 是不是自己煮的 不是 我們是沒有家庭的人 沒有開火食的 那為甚麼你們這麼多食物 是不是買的 不是買, 我們是比憂 即是乞事, 很貧窮 沒有錢買食物的 你們這些食物是怎麼得來的 我們到處化園 人家給甚麼, 我們就吃甚麼 你看看, 我們的食物種類是不同的 化園 化園不就是行喀 那如果喀不到呢 如果喀不到, 那天就要餓 沒有東西吃的了 那你們也很窮 是啊, 學道的人是這樣的 我們到處去弘法 把道理說給別人聽, 感化他們 這些是我們的工作 工作應該有報酬 你們有沒有收人家的工錢 真是難得 無所謂的 學道的人, 首先學會去結緣 不是每樣都講錢的 我真是很無謂 佛陀 你的生活要靠化園道人 但是, 又好像很愉快 我就窮得來想自殺 究竟為甚麼會這樣呢 事主, 這些是觀念問題 我們學道人, 守貧窮是份內的事 我們也要求富貴 不過這種富貴, 不是物質的滿足 而是功德真寶的富裕 因為, 布施比較有更大的福布 那我呢, 佛陀 我這麼窮, 怎麼算好呢 事主, 世界上一條蟲住一塊葉 人生在世 但是, 除非受到大自然 或者是戰爭的災難 要不是, 一定有辦法生存下去的 是啊, 我知道 但是我覺得沒辦法生存下去 所以我只想死 這只是一時刺激 你已經自殺過一次了 無謂再沉死路了 你休息一下 然後自己去山邊開荒 耕種謀生, 自食其力吧 佛陀 人活到一百歲, 都是要死的 遲死早死, 一樣都是要死的 那不如早死早著 事主, 你這麼說就錯了 生存下去, 是人生的天職 人人都應該掙扎的 生活得長壽健康 然後才可以辦到 然後才可以和人眾善恩, 結善緣 累積大量功德 那才可以感人福佈 修道, 也要有福德之良 然後才可以的 布施是六波羅蜜的首要 是有道理的 佛陀 你的金石良言 真是令我心開耳戒 好, 我要聽你的話 我要再度發奮做人 事主, 你這麼做就對了 人是要發奮, 要自愛的 過去的, 任由他過去了 無謂想太多了 未來的日子, 你要珍重 是, 謝謝你, 佛陀 今天的佛經劇化故事 回頭事案, 各位已經聽完了 其中的劇中人 是由張炳強飾演奉榮 丁恩飾演奉妻 溫泉飾演高順 黃紹強飾演佛堂 袁家祥飾演謝利忽 陳潤成飾演習功 在收聽過我們的佛經劇化故事之後 又開始我們今天的信箱 記得上次的節目裡 我們曾經答覆過何若年君的來信 他當時問了兩條問題 時間的關係我們只是答了一條 今天繼續回答他的第二條問題 葉居士, 何若年君問 他說宗教是教人行善的 佛教除了行善之外還有些甚麼呢 何若年君 佛教教大家除了行善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要收位 所謂收這個智慧就是般若 因為佛家最基本的理論就是 生命不止一期的存在 是不斷生死流轉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應該要收集般若智慧 來求取能夠解脫了這個生死流轉的 因此佛家也都教人在世間法道 要收這個布施 和做其他同眾生結緣的工作 那這一方面呢 就屬於俗福和行善的 而顧著善恩善果 以求眾善恩呢 也都是佛家最重要的理論之一 除此而外就是要教大家 收集般若以求正取真餘 而能夠解脫生死流轉的 那接著就要答覆文老人君的來信 那這一位文老人君呢 他說他自己現時就住在老人院裡面 那他很想知道怎樣可以修行呢 文老人君 讀了你的來信呢 我是非常之同情你的 你說現在年紀老大了 是沒有什麼親人 所以呢就要住到老人院裡頭 在院裡頭呢 你的生活是都很好 有得吃 有得穿 還有有人照顧你的 但是你自己說非常之寂寞 這樣你很想知道怎樣去修行 而你所住的老人院呢 就是一間佛教的老人院的 問老人 一個人呢 就是應該要面對現實的 關於你來信所講及 你自己年輕時候的事項呢 這些都是已經過去了 但是你現在的環境 其實也不算得是很差 應該說呢 是有相當的福報 才可以在一個這麼安定的環境裡頭生活 現在你很應該放下你的心事 是集中呢 是收集佛法 最好你是念佛 念佛是有兩大的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 念佛呢 是可以令到你的心靈平靜 當我們心靈平靜的時候呢 所有的貪真痴煩惱呢 就會消滅 另外一方面 你念佛呢 就最好是求生淨土了 因為在這個世間 正如你所講 是覺得很悲慘 和是很仇苦 而又有很多事 令人呢 是意氣難平的 既然是這樣 你應該呢 是領悟到 釋迦牟尼佛 為大家開示淨土的意思 這個淨土呢 就是教那些信徒呢 是投生而去的 如果你是願意往生淨土的話 最好呢 而且最方便就是念 阿彌陀佛 而往生阿彌陀淨土了 你的方法是很簡單 自己放下一切的心事 集中意念是念佛 你可以是念出聲 然後就數諸的 如果你是不需要數諸 又自己能夠寧靜心意的時候呢 你就無妨貫賞佛像 這一種無聲的念佛 也是很大功德的 所謂的念字呢 即是甘心 甘心就是現在的意念了 現在你的意念完全是貫賞佛像 於是乎你行住 在我都是一年往生 那當我們是能夠這樣做呢 百年歸老的時候 臨終的境界 只要一心不亂 阿彌陀佛和他的聖眾呢 都會現在面前 而接引往生的 學佛的人是應該講求現實 你現在住在老人院裡 衣食無憂 又不需要工作 那你很應該呢 為自己修行 而立定一些的宗旨 和做好一方面的工作 這件事呢 就可以打發你的日子 和做好多的功德 請你不要憂愁啦 答覆完這位文老人君的來信之後呢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在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 在下個禮拜 愿爱亦是愿 愿亦是愿 心中不必转 且接受万事千断 愿见亦是愿 生亦是愿 心中不必转 不挂念 万事随愿 空出我心 那种种世上愿 恙恙不苦恼 永远也未挂见 随愿 随人生的方向转 心欢喜 不生愿 一切事 就让他风中继续 歌曲 订阅 职位 Tuc Be 舞传 声 杨武传 声 杨武传 舞传 声 杨武传 声 音乐 林忠归 唱歌 表 歌 歌 歌 吕唧 声 杨武传 声 声 歌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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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种世上愿 恙恙不苦恼 永远也未挂天 随缘 随人生的方向转 心欢喜不生愿 一切事就让他空中结缘